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这节课一起来学习一下 口、耳、物,也就是我们身体上的 嘴巴、耳朵、还有眼睛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学习目标 第一,会认、会写本课重点生字词 第二,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学习生字、理解生字 第三,知道口、耳、物、手、足它各自的作用 好,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学的难点 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些生字 好,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会认的字 那第一幅图呢,是我们的口 科欧口 那跟着老师一起来看一下拼音怎么写 科欧口 那第二个字呢,是我们五官里面的耳 那是这样写的 耳、耳朵 那接下来看下一页 那这是我们五官里面的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眼睛 木、木、木、光 好,接下来再看 手 湿、偶、手 湿、偶、手、手、指、大、手 好,再看 滋无足 足迹 足就是我们的脚 足迹就是我们的脚走过的痕迹 那在沙滩上就特别的明显 足迹 好,接下来第一个字 我们看小朋友他站起来举手 所以第一个字念 站 是按站 站着 来,看第二个 那站的反义词就是坐 坐下 扶老奶奶坐下 好,那看一看我们会写的几个字 第一个字是口 科欧口 那我们口总共有三话 那么这三话写出来的口 一定要放在填字格的正中间 好,再看木 木 那它是上面 填字格的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 各站一半 好,再看 耳 手 好,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几个笔画 那第一个笔画念横折 横折一笔血管 好,再看第二个笔画念撇 撇 好,第三个笔画是树钩 树钩 比如说我们在写小的时候 树钩 我们再来看这一幅图里面 我们有三个小朋友 我们试着在三个小朋友的身上来认一认 口、手、足、耳、物分别在哪里 好,首先 口 哎,对了 我们发现了口在这儿 口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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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好,那手呢 对,这是他的小手 那这是他的小手 哎呀,这个手呢还缩在了里面 那,足就是脚 对,脚 耳朵 耳朵在哪儿 对了 这是他们的耳朵 以及最后的木 木就是眼睛 对,眼睛在这儿 这是他们的眼睛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认识了手、口、足、耳、木 那我们看一下这些部位 他们都可以干什么 都可以做哪些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口啊 我们可以干嘛呀 吃东西 可不可以 会说话 嗯,还有 会唱歌 还有 会吃饭 对了 那除了这三个呢 我们还可以用口干嘛 嗯 还可以 我们说 嘴巴 还可以 跟人交谈 是不是 就是会说话呀 嗯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小嘴巴 真能干 能说话 会吃饭 好 那这是我们嘴巴的一个功能 啊 它的用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耳朵 耳朵可以干什么呢 嗯 首先我们上课必须要伸长耳朵 去听课 好 接下来还可以听音乐 听歌 嗯 还可以听音广播 那当然呢 我们耳朵还可以干许许多多的事情 那在这里我们说 小耳朵真是零 样样的声音听得清 好 那我们零就是听得清楚 那所以同学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 嗯 接下来看木 我们说眼睛啊 是心灵的窗户 那我们看眼睛都可以干什么呢 看书 嗯 还有 看风景 看电视 还可以 啊 看什么 看黑板 看同桌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眼睛 亮晶晶 样样东西 看得清 那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心灵的窗户 那千万不要戴上眼镜了 好 再看 下一个 手 手 手可以干嘛用呀 嗯 洗脸 我们洗脸的时候 要用手去搓自己的脸蛋 好 还可以 竖口 嗯 还能 穿衣服 还有 有 还有梳 梳 看来呀 我们的手 作用 也是非常多呢 那小朋友们 能不能还说出 手的 其他用处呢 嗯 有了一双小小手 能洗脸来 能漱口 会穿衣 会梳头 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 好 那还有足 足可以走路 嗯 我们看一下 这个路字 它也是足字旁 还可以跑步 跑 它也是足字旁 是需要用到我们的双足的 我有两只小小脚 会走路 会跑步 我的小脚 本领大 好 那我们一起来朗读一下今天的课文 站如松 坐如钟 行如风 卧如宫 嗯 那实际上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句话叫 站如松 松 是松树 我们站立的时候 需要像松树一样挺拔 坐如钟 钟就是钟表 坐着要像钟表一样端正 对 背一样 背一定要挺直 做端正 行如风 我们行走的时候 就要像风一样有力 好 握如宫 躺着的时候呢 就像弓箭一样 要绷直 那这样 才会更加健康 我们睡觉的时候 像弓箭一样 侧着躺着 会对身体有好处 好 那 其实呢 我们每一句话 它都是一个 比喻句 站着 像松树 坐着 像中表 行走 像大风 握着 像弓箭 好 那 同学们 你们跟着老师 可以 把它再读一遍 站如松 坐如中 行如风 握如弓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朋友 我们分别连他对应的器官 好 木 对了 他的眼睛 口 他的嘴巴 耳朵 以及 他的小手 最后 是他的双足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道题 结合实际生活 说一说 口 耳 木 的作用 至少两个 那嘴巴可以干什么 嗯 对了 我们说 吃饭 说话 唱歌 都需要用到嘴巴 耳 耳朵可以 听课 听歌 听广播 眼睛 可以看书 看电视 看黑板 好 那本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 人体的五种器官 口 耳 木 手 足 那简单的了解了它们分别 的作用 学习了新的汉字 认识了三种笔画 分别是 横折 撇 竖钩 那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来增强记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